夜幕之下的寒假作业现场 终于迎来紧张的加班加点 因为工期的一再拖延 工程烂纹的结果早已彻底 更为 我不要 我不要 给你 我不要 你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哭 还有几天开学 还有多少作业 那你回家抓紧写吧 你看你摆快了 你看你看上面是一年级 你得认字呢 你看 你看 你还一年级上车数学 你 夜幕之下的 寒假作业现场 终于迎来紧张的加班加点 因为工期的一再拖延 工程烂纹的结果早已彻底 更为严峻的是 寒假已经余额不足 留给它的时间不多了 不知保教楼的工程目标 能否如期完成 或许我们会明白 莫薄桑的一句话 按其完工 没有你想的那样容易 但也没有你想的那样难 这股完成作业难 完成寒假作业更难 你永远不要相信 完成作业 会像山坡上的扑工营那样 唾手可得 对他来说 这根本上不了什么 作业是一时的 游戏才是主旋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